你知道我有个外号叫什么吗 别人怎么叫我 别人叫我焦哥 焦哥啊 就是因为小时候吧 都会有人会笑话你怎么的 尤其是像我这样走路歪歪的 然后 我就不太喜欢被人笑话 因为我爸爸跟我说 笨鸟应该先飞 但如果有人欺负你 你也不能就这么待着 那怎么办应该 打回去啊 当然我肯定打不过别人 对不对 因为我作为一个女孩 但是呢 偏偏小时候 我就是比班里的男孩要高一点 然后呢 就打不过 但也可以打成一个平手 当然打架这件事情特别不好啊 我屏幕面前有小朋友 千万不要打架 而且你学习也好 对 我成绩还可以 对 所以在打架以前 要评估一下 大家自己的实力 所以成长过程中 虽然像孙燕也有不愉快 其实像玉娇也会有不愉快 但是都通过我们的长大去化解了 那直到今天 玉娇也说了 还挺崇拜孙燕的 是一个纪录片导演 对 你去学什么的 我学法队的 那怎么去拍了这个纪录片呢 就机缘巧合 然后去参加了一个纪录片的一个培训 然后出来之后就对纪录片特别感兴趣了 我刚跟玉娇认识的时候 玉娇找我 然后要拍《残障女性》的一个纪录片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